那其中第二季裡面的新設計啊 他的討論度就非常的高 那其實新設計一開始在節目中出場的時候呢 就得到觀眾啊還有主持人的一致的一個青睞 那其實他在2020年呢就有票選 獲得一個韓國春香小姐的一個冠軍 那到底新設計有什麼魅力跟特色 能夠讓他這麼受歡迎呢 精華美麗 グッ 幸福一世 幸福一世 大家好 我是精華醫美的張榮甫醫師 那這一集比較特別啊 這一集主要是要來跟大家聊聊 欸最近有個滿有名的一個韓國的一個實情節目 就是單身及地獄 它裡面來的來賓啊都是一些俊男美女 那其實我們就可以透過這些節目啊 可以去理解到 欸現在比較時尚 比較當下 欸韓國的一些審美觀是什麼樣子 那其中第二季裡面的新設計啊 它的討論度就非常的高 那其實新設計一開始在節目中出場的時候呢 就得到觀眾啊 還有主持人的一致的一個青睞 那其實他在2020年呢就有票選 獲得一個韓國春香小姐的一個冠軍 那到底新設計有什麼魅力跟特色 能夠讓它這麼受歡迎呢 那我們先來仔細看看新設計的一個五官 那我們先從上年的部分開始 那它額頭的比例呢其實相當的好 剛好就佔整個臉的差不多三分之一 非常符合我們一個三平五眼的一個黃金比例 而且它的額頭非常的飽滿 我們可以從側面看 看到一個很飽滿的一個弧線這樣下來 讓人感覺非常優雅非常年輕的一個感覺 那接下來終點的部分 我們主要看的就是眼睛鼻子跟蘋果肌 那我們先從眼睛來看 它有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 那它的雙眼皮呢 看起來不會太寬也不會太窄 而且它笑起來的臥蠶非常的明顯 所以這都讓人感覺到 它有一雙非常愛笑的一個眼睛 那新設計鼻子的流線呢 其實非常的優美 那不管是它鼻子的高度啊還是長度啊 其實都非常符合它的臉型 而且鼻翼也不會有太寬的一個問題 那除此之外呢 它的鼻頭也是非常的小巧和精緻 並不會太厚啊或者是太尖 而鼻子呢 其實就位於我們整張臉一個正中心的位置 所以它的大小啊 和它的精緻度 都會對整張臉有很大的一個影響 而新設計完美的鼻型呢 搭配它比較精緻的一個臉型啊 確實就可以讓它的五官看起來更為的精緻 那很多美女之所以看起來迷人啊 除了五官比較立體之外 其實烹潤的一個蘋果肌也相當的重要 因為它其實也站在一個臉部蠻中心點的一個位置 金色肌它就有一個豐潤的一個蘋果肌 所以它笑起來的時候 碰碰的看起來線條就很柔和 但是它不笑的時候呢 其實蘋果肌的厚度也有一定的支撐 並不會看起來凹陷啊 或者是疲勞憔悴的一個感覺 那在蘋果肌飽滿的一個狀態下 即使它的妝容非常的清淡 其實看起來氣色還是很好 給人青春活力的一個感覺 那最後呢我們來看看下臉的部分 下臉的重點呢其實就是嘴唇和下巴 那嘴唇其實每個人喜歡的唇型都不一樣 有人喜歡比較小巧精緻的一個櫻桃唇 那也有人喜歡比較豐厚啊 和性感的一個瘋唇 而我們來看看新設計的唇型 其實它的唇型並不會太厚 而且它在沒有微笑的時候呢 其實嘴角也給人自然上揚的一個感覺 看起來就很容易親近 而且很溫柔婉約的感覺 再加上它在唇峰的部分啊 它的M字線其實非常的明顯 所以讓人感覺它的嘴唇會更為的立體 整個臉型呢就會看起來更為的精緻 那下巴的部分呢 其實以我們東方人啊 我們最好是鼻尖啊 嘴唇啊跟下巴可以剛好連成一條線 那新設計的下半臉 其實就是剛好有達到這個比較黃金的一個比例 而且它的下巴呢也不會過為的尖 所以造成一個錐子臉的情形 然後在下巴的下方呢 又有一個剛剛好一個人潤度 所以看起來整個臉會比較像一個額旦臉 另外呢我們可以看到 新設計它側面的輪廓線啊 其實是相當的明顯 但是又不會太過俐落到 讓人感覺到男親近啊 或是氣場太強的一個感覺 其實從側面看起來是相當柔和的一個線條 也讓人感覺比較溫柔啊 好親近的一個感覺 那以上呢就是新設計臉型的一個分析 那醫師自己心中有覺得哪個女藝人 是你覺得很漂亮的嗎 有特別規定韓國還是台灣的嗎 都可以都可以 我覺得王靖還不錯 最近剛好在看那個人選之人 他在裡面的表演還蠻出色的 那醫師喜歡林家型的 那其實美女的定義有非常多啊 每個人喜歡的臉型啊 或者是五官也不一樣 那尤其在我們東方人的審美觀啊 其實我們就不喜歡 太凹的一個夫妻宮 太凸的一個顴骨 或者是臉頰太凹 甚至下巴太減 那有些人額頭看起來不飽滿 有可能是天生像是 眉骨比較凸啊 或者是說隨著時間 脂肪流失之後 看起來額頭的骨頭 就比較的明顯 或者是夫妻宮的凹陷 都可能讓整個額頭看起來的線條 不是那麼的柔順 這都會造成整個臉比較有冷有角 所以最主要在我們東方人的審美觀中 整個臉就是要 豐潤 豐滿 那如果你有以上這些困擾了 那這時候最推薦的方式呢 就是透過全臉的補止 去做一個規劃 那其實全臉補止呢 就是所謂的自體脂肪移植 它可以把我們身體上一些多餘的脂肪 抽出來之後呢 去均勻的鋪在我們整張臉上 那去改善像是我們夫妻宮啊 法令紋啊 臉頰啊 甚至蘋果肌的這些凹陷的一個問題 同時因為是自體脂肪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不用擔心像是排斥啊 或者是甚至過敏的一個問題 而且它的維持度呢 會比微診來的更久 甚至都可以維持到5到10年以上 那如果大家還有任何問題 都歡迎在我們的影片下方留言哦 那也別忘了 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次見